歌手2019的最新舞台上 以神曲忐忑 法海不等爱等走入福斯视线的龚琳娜演唱了一首《小河汤水》纪金四作 但实际上很多人还对于龚琳娜的印象 会停留在各种看似华众取宠的神曲上 却并不知道龚琳娜实际上是国家队级别的顶尖艺术家 而她的《小河汤水》 实际上也早就火得一塌糊涂 当年在一档歌唱竞技类的综艺节目中《全能星战》中 龚琳娜老师就曾经演唱过《小河汤水》 当时的表演绝对是震撼人心的 甚至可以说 当年由孙楠 胡彦斌 陶哲 吴克群和张韶涵参与的这档节目 几乎被龚琳娜这一首歌秒杀 几年过去了 很多当时看过这个节目的人 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《小河汤水》 而该段视频在网络上播放次数也极为夸张 好评的弹幕更是无数 龚琳娜参加歌手2019 神仙打架的战况无疑更激烈了 神仙打架的打架 一条一条 爹 同时看起来 传播放次数也有点 神仙打架的 岛